我是团长 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 股民亏钱的真实原因曝光 A股抽拥比赌场还夸张 昨天98岁的赌王何鸿燊去世 我看了一个纪录片 一开头何鸿燊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没有办法同赌场对赌的 因为我们会抽拥水的 就拿抽拥最少的百家乐 每一局都得抽拥2.5% 你玩40局 即便不赚不输 你的本金也被消失掉 这就让大家联想起来 我们现在炒作的A股 A股也是要抽拥水的 也是要有佣金的 对吧 我们和朋友达达麻将 这是纯零合博弈 亏来亏计呢 钱就在四个人的钱包里流动 但是赌场 它就是一个纯复合博弈的地方 赌到最后 所有人的钱都只有一个去除 那就是被赌场抽走了 所以很多人一寻思 我在A股也得交佣金呀 A股果然也是一个赌场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A股它就是一个赌场吗 今天团长就来讲一下 两个观点 第一个 A股的抽拥呢 它比赌场还要疯狂的多 是疯狂的多的多 第二呢 A股它是一个正合博弈市场 它不是复合博弈 也不是零合博弈 看这两个观点呢 完全矛盾 但它却又是事实 为什么呢 我们先说第一点 我们把A股比作一个水池子 并且用池浅王八多 来描述整体的状态 其中的水就是资金 王八呢 就是抽佣人 就是吸血的人 吸水的人 那么有哪些抽佣人在呢 第一部分呢 就是印花税和佣金 这是19年的数据 抽走了3000亿 这块我们都懂 厂值费和服务费嘛 和赌场佣金是一模一样的 不用多说 你每笔交易 都得交印花税 交佣金 交过户费 这去年呢 抽了3000亿 第二呢 是IPO募资 就是新股发行 每年呢 抽走大约2000亿左右 我们每个周末 都有人骂资金会 说首发过了几家 新的IPO公司 但是咱们股民的保留项目 为什么会骂呢 是又把厂内的钱 抽走了呗 中签的人 把钱买的新股 厂自己的钱 肯定是变少 但最恐怖的是呢 这2000亿 其实算低估了 因为新股上市 是会连续涨停的 比如之前的四大半岛 上市的时候是15块 但是是在160块 打开涨停的 这中间就有140多块钱 被一级市场 打新的人拿走 你中签了 对吧 你作为机构 对吧 你线下打新 拿到了新股 那么一上市 你就卖掉了 钱就被你赚走了 基本是无风险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产业资本减持 大消费减持 去年呢 抽走了2300亿 就是原始股东 对吧 我上市了 我股票解禁了 我当然要卖啊 这是很多人 深恶痛绝的一块 凡是主要股东 大比例减持的 他对短期股价呢 都是明显的利空 因为要卖啊 原始股东的成本 是非常低的 要卖多少钱 都是赚的 第四部分呢 是定增跟配股 他们是最大的 16000多亿 就是债农资 定增配股啊 简称是债农资 这一块呢 正经会卡得很严 就是因为量很大 当经济困难的时候呢 会给债农资松绑 经济转好了 就会再绑起来 那么最近呢 其实债农资呢 是松绑了 尤其对于创业板 对吧 对他的重组 借壳 包括一些配股 其实都是放宽了的 所以这一块呢 其实数量又在急剧增加 去年呢 是6000多亿 今年可能还不止 那么上面的4块呢 再加上农资农券 手续费之类的 杂七杂八的 抽的水远远要超过1万亿 但是从保证金数据来看呢 我们A股流动的水 大约是不到3万亿 每年呢 在A股市场里面 活跃的资金也就3万亿左右 对吧 在流动的 每天在交易的 所以我说呢 A股的抽佣 是比赌场要疯狂的多的 这一点没有毛病 那么既然抽水这么多 那么A股市场又怎么能存在呢 那就是 有资金流入呗 对吧 你有流出就有流入 这张表呢 是历年股市资金 进流入规模测算 从13年到 2020年的 这个一季度 整个财年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呢 每年呢 股市都是流入的 那么15年是牛市 流入了4.6万亿 16年呢 流出 17年流出 包括今年呢 其实也是进流入的 流入近万亿 去年呢 也是进流入的 所以呢 每年不断的进流入 对吧 保证了A股市场的一个 平稳健康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这么多的资金流入 是吧 所以 对比这几项流出呢 还是流入的多 否则A股市场 也无法玩下去 这个呢 大量的资金嘛 看中了股市的投资机会 那么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必然要流入股市 那么最后就是问题来了 既然抽拥这么夸张 对吧 为什么我又说A股市一个 正合博弈的市场呢 那么除了刚刚说的一个流入的问题 对吧 每年都有资金流入 对吧 大部分年份呀 但是呢 流入仅仅是一方面的 但是如果流入的人 钱都输光了 那谁还来玩呢 对吧 这个原因呢 不光解释这个 它也是解释的 为什么我国规定股市呢 是合法的 但是赌场却不是合法的 本质原因 因为呢 股市对应的就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是可以为股东 创造价值的 只是呢 赌股价涨的这部分人 他只是把股市当股场完了 长期操作呢 交易损耗 亏是必然的 他只是把股票的股份呢 当做了筹码 去博弈股价的短期上涨 所以呢 他并没有看中公司的价值 只是看中了筹码的价值 好 如果你把买股票 当成买股权 那么其实就是 把钱交给你 认为会更会赚钱的人的手上 或者公司上 那么公司确实能为你赚到钱 那就是典型的 正合博弈了 在这个视角下呢 卖股票的逻辑只有公司 并没有你自己更会 以前赚钱 那么你会卖掉 或者你自己 创业更赚钱 或者你发现其他的公司更赚钱 你就会调仓 因为当一家公司 营收规模不断扩大 利润不断增长 它的市值肯定会增加 股票肯定会涨 对吧 而这种上涨 就是良性的 它也不需要任何人去支撑它 因为每年赚钱变得更多呀 对吧 你公司自然就更值钱 所以你买这家公司的人 所有人都赚到钱 对吧 没有亏钱的人 亏钱的只是那些 短期在里面博弈的 而只要坚定是有的人 都赚钱 那么这就跟赌场 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公司赚钱呢 它有快有慢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呢 是很慢的 所以这才是你需要长期持有的原因 而且有些公司呢 赚钱的年份也不一样 行业都是有周期性的 所以为什么有些股票叫周期性股票呢 比如猪肉股 对吧 钢铁股 对吧 一些周期性的板块 它就是周期性的 有大小年 对吧 猪肉板块最为明显 去年猪肉 整个猪肉啊 价格暴涨 到了来猪周期 很多猪肉的上市公司 不断上涨 利润非常高 那么猪周期呢 可能现在又要下去了 又要进入了一轮 新的衰退轴起 所以它的股价也就见顶了 那么面对 有些明显酸退的公司呢 那你就卖出就好 所以呢 这就是投资 对吧 这也就是 它跟赌场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最后呢 就总结一下 对吧 A股每年实际抽拥呢 比赌场要夸生的多 上万亿 你每天晚上可以去看看你手机上 这几个月交了多少佣金和印花税 你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因为每年的佣金是千亿 对吧 印花税呢 12.5 差不多 一年250个交易日 对吧 如果你天天交易 你每年的 佣金成本 或加上印花税成本 都有20%以上 不过呢 虽然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对吧 但这就是游戏规则 我没有办法 我相信每一个进赌场的人 他都知道赌场的规则 对吧 愿赌服输 你在A股知道的这一点呢 也是一样 既然来了 你就得遵守规则 你不能去抱怨规则怎么样怎么样 接受规则之后呢 我们应该尽可能的选择 被规则伤害最小 以这样的方式呢 存活下来 那就是少一分交易 多一分判断 多一分等待 否则呢 你来了A股 也就是来了赌场 对吧 被赌场消灭掉 也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你未必能管住自己的手 那么既然管不住呢 那我也市场亏钱 对啊 不断的交学费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也怪不了别人 这呢 也是很多人亏钱的本质原因 好 本期视频呢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关注 好股团 我是团